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不发黑,不吸油,做法还非常简单 我们选茄子的时候要选这种颜色比较深的 用手摸起来比较硬的 表面光滑,没有皱纹,这样的比较新鲜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茄子,把地切去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滚刀块 看一下这样的茄子里面非常的白 很新鲜,也很嫩 切好之后,再来准备一盆清水 往里面加入两勺米醋或者白醋 再把切好的茄子放到醋水中 然后像我这样,把它抓洗一分钟 这样洗过的茄子不会氧化变黑 一分钟之后把它捞出来,放到蒸锅里面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开水下锅 然后用筷子整理一下 让茄子皮朝上 整理好之后盖上盖子,大火蒸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个青椒,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也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大葱,先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再切成薄片 再切成薄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五块钱的五花肉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肉丁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调料汁 碗中加入三勺生抽 两勺陈醋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再加一勺蚝油 最后加入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肉丁倒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后 再炒出油脂 然后把姜末和蒜末加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一勺黄豆酱 继续翻炒 炒出酱香味 炒出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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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